大家好,我是Christine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 是白蘿蔔排骨栗子湯 這個湯水不僅清甜可厚 還可以潤費添加 我們今天需要的材料很簡單 只需要 蘿蔔一條 排骨300克 大約半斤 栗子200克 清至背 兩湯匙 薑 四片 我們首先把排骨洗乾淨 抹乾 然後只需要加少許鹽 大約半茶匙 醃30分鐘 我們記得要把排骨拌勻 先做好 如果不是 一會兒的排骨 有些就有味 有些就沒有味 我今天買的是飛排 它的好處是 肉質會比較嫩滑 肥膏也不會有很多 一會兒煮出來的湯 就不會有一層油浮在面上 接著我們就要把青島背 洗乾淨 先 我們大概把它洗幾次 你看看 看不見到 在碗底那裡 有很多髒東西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它洗多幾次 然後呢 大概把青島背 都是浸30分鐘 那些青島背 洗得乾淨的話 一會兒就可以把浸完的水拿回來用 我今天用的栗子呢 就是較早前 我在街市看到一些 有連殼的栗子 它看到它很新鮮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回來 把它剝了殼 放進去冰箱 這樣呢 好處就是我隨時拿上手 我都可以用了 放進冰箱的栗子呢 我們都不需要特別怎麼處理的 因為呢 我們剝完殼的時候呢 其實都有洗乾淨 先把它放進冰箱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把它沖一沖水 這樣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的啦 白蘿蔔 大家眾所知 冬食蘿蔔 夏食薑 所以呢 我們趁著 都還是涼涼的天氣呢 我們都可以吃多些蘿蔔 因為蘿蔔呢 對我們的肺都是很好的 我們選蘿蔔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選一些 圓潤一些的 還有拿上手是要重些的 這樣呢 它的水分就會多些 還有煮出來的湯 也都會甜些的啦 我們將蘿蔔切了頭尾之後呢 就用個刨 將皮刨出來 如果呢 你擔心蘿蔔呢 有時候會有點苦澀味呢 就要將皮呢 刨深一點點 那它的苦澀味 就不會有的啦 我們將蘿蔔皮刨好之後呢 就可以預備把它切開 我們今天的湯呢 不會煮太久的 那所以呢 我們切蘿蔔的時候呢 就不會把它切到太大件 我通常呢 就會把它打橫切開了 變成一粒粒先 然後呢 我就會拿一件出來 在中間切開了一半 然後把它對齊 再把它切成一件一件 厚度呢 大概就不要超過1cm 之前有個朋友仔問我 他說 覺得白蘿蔔好寒涼 每次吃完都有很不舒服的感覺 這個的說法 我都聽不少人有說過的 特別是一些上了年紀的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吃某一些蔬菜 都會有好寒涼的感覺 其實每一種食物或者食材 對每一個人的身體 都可能有不同的反應 所以我們就要因應每一種不同的食材 要添加一些不同的配料 例如我們今天的白蘿蔔湯 我們就加了幾片薑片 這樣它就會中和蘿蔔的含量 薑其實是一種很好的食材 它不單止能夠驅風 還可以有驅寒的作用 所以我們記得 每一次我們用來炒菜 滾湯或者煮菜的時候 加兩三片下去 這樣炒出來的菜和湯水 就會減低含量的機會 就可以了 我們將食材預備好之後 首先我們就要將鑊加熱 然後就要加少許油 我們等油的溫度開始熱 我們就可以將排骨放進去 將排骨煎成微微的黃色 用來炒一下 一口一口一口 等排骨兩邊都煎明膜的黃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它炒一炒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排骨铲起 我们铲起排骨后就不需要再加油 可以直接把姜片放进锅 稍微拌两拌 把姜味拌香 然后可以把白萝卜放进去 然后继续炒 我们要尽量把萝卜炒均匀 这个方法不单会令一会煮出来的汤 更加香 而且也会减低萝卜含量的机会 我们炒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 大概你会看到萝卜开始有少少钻色 像大家现在看到的颜色一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萝卜转到瓦煲 我们首先把萝卜放进去 然后把排骨放进去 加上清倒背 记得水如果干净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大概加上1500毫升的热水 记得是热水呀 用热水来煮汤 通常会令汤更加好饮 而且颜色是会更加漂亮的 盖上锅盖 等水滚起后 就要转用中火 大概煮30分钟 30分钟之后 你看看 这部奶白奶白的萝卜排骨汤 就完成了 你看看 材料多足 清甜美味又可厚 加几粒葱花 整个汤的味道更加提升了 趁着白萝卜和栗子 都仍是当做的季节 你们都试下跟着我这个方法 去整理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还会有更加多 精彩的东西和食谱 会和大家分享的 所以记得订阅 点赞 打开小铃铛 分享和留言给我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接下来的新片的了 再一次多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的支持 是我拍片的动力来的 我是Christine 下次再见 拜拜